哇 哇 有点漂亮这个 听说是一个很迷的馅 对于北方人来讲 它是豆沙跟肉 肥肉跟白糖 非常迷 安顺早上好 早晨8点48 早上是些许的有一些些冷清 先来西西福书店楼下的这个果卷 这家是本地朋友们推荐最多的 这是五种酱 然后这个是配菜 然后卷五种不同的味道 又不辣 番茄都不辣 这是素的辣椒 青椒香菇 辣子鸡 这是尖椒肉末 尖椒肉末 这个皮是拿什么做的呀 大米 大米 15块钱 20个92 五个味 米皮做的 mini版剪凉皮的感觉 我觉得这应该是辣的 嗯 这是辣的 你要吃中间的酸酥黄肉还很脆 这是绿了吧唧的 这应该是那个青椒的 可以透过米皮 看到中间的酱色 青椒的好吃 这个感觉很辣 无敌的红 这个好辣 这你就别吃了 青椒那个你能吃 这个横圆百货 这边有一堆啊 都是早点 早点它 红香破酥包 卖完了 我们先去吃个肉饼吧 过半个小时再回来 然后斜前面这条街 还是一条街 全是吃的耶 罗鸡肉饼 哇 你看还能看到它那个肉饼的那个面 丝丝 一条一条的 肉饼给你劈开 给你疯狂加折耳根啊 包子门口 油炸鸡蛋糕 油炸巴西粉 一样一份吧 油炸巴西粉是这么来的呀 肉跟酒粘吗 葱吧 现在把这个肉饼吃掉 哇 嗯 吃 哇 你是哪里的 北京的 吃的快吗 吃的快吃的快 很好吃 你觉得吃的好吃 好吃 还凉快多好啊 还凉快 昨天还有一点冷冷的 嗯 昨天下雨一点 北京40度了 我昨天一下车发现好冷啊 热情的安税人民 嗯 酥啊 你看你看 这肉饼太酥了我的天 哦 肉在下面 底部一点点 我这个肉饼太好吃 嗯 油炸鸡蛋糕 我看了一下才知道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里头也是有肉馅 然后给你切开 鱼心肠 鸡蛋糕里面可以放一些配菜 上拿这个油炸鸡蛋糕裹着这个稀饭吃 头啊 很黏呀 又是一个碳水加碳水的产品 这油炸鸡有馅 哇 咸豆沙 咸的 都是咸的 咸豆沙 哇 好神奇 我们这边是咸的 好吃啊 拌进那个稀饭 哇 神奇 咸的 咸的豆沙 好吃 这边老年人都爱吃 不然都没有 只有安分有 嗯 哇 咸豆沙 超好吃 好了吗大哥 哇 大包子 哇 这个有点 有点漂亮 那个 我跟你说 肉包三鲜包 还有那个红枪 洗的 或者是招牌 那就要这啥吧 复油包是啥呀 复油包是 你们是白糖花生肥肉 肥肉加工过的 啊 你再加一复油包 谢谢 我先慢走啊 这个姐姐说这个肉汤圆好吃 这牛打滚是什么东西 牛打滚 然后三片肉汤圆 哇 轻而易举的就可以给它撕开 哇 你看一丝一丝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它是这种 哇 这个呢 北京的真的不一样 特别的酥 这都是千层丝子那种 你看看 哇 吃吃吃吃 哇 吃热 三鲜包 听说是一个很迷的馅 对于北方人来讲 哇 你能看到它的丝子吗 它是豆沙跟肉 这也反正对北方人来讲 吃是个很迷的馅 然后你看它那个破酥包的层次 哇 好香 很迷很迷 肉虾跟豆虾 哦 好吃哦 嗯 嗯 是不是很迷的好吃 嗯 这包子皮开酥真的是 太绝了 这个叫附油包 天哪 肥肉跟白糖 非常迷 好香啊 还有一点糖 花生 花生糖 感受一下开酥 层次 咯咯咯咯咯 大糖 这是花生笋 然后还有一点猪油的香气 一种很迷的好吃 这种甜油甜油的那种可香了 真神奇 这个是鲜肉 就是没有豆沙的那个肉 巨大的一个肉团子 像是猪肉香葱哈 哇 店里面尝酸酸的 然后那个腹油包 真的可以试试 很 很迷 来尝尝这个汤圆 我的妈呀 他汤圆里面放麻椒粉 这个是甜的 这个是鲜肉的 鲜肉的 鲜肉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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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鲜肉汤圆 虽然我做一个北方人 然后牛大馆 跟鲜达骨有点像 但又不是很一样 这个也是汤圆是吧 嗯 这个馅跟那汤圆是一样的 有点莫名的一样 这个是银子汤的汤圆 然后裹上黄豆粉 这一盘馅都是一样的 但是裹上黄豆粉就很香 好嘛 这一早起 真顶啊 库府街 太好吃了 早中晚都可以解决 不过他这白天是没有那些摆摊的 你们可以晚上过来有那种路边摊